好小朋友下面我们开始进入综合复习 大家首先看到综合复习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我们要对小学阶段所学习的整个的语文知识语文能力 包括我们的语文习惯语文方法 我们都要有一个整个的语文知识 那么这么多内容在有限的文章中怎么体现出来 于是这里边我们就会在综合复习学习过程中帮助大家 把我们的重点的一些学习方法提炼出来 看一看我们都经历过什么样的学习路程 我们是怎么样在老师同学的这种帮助鼓励下 在自己的努力下运用一些恰当的学习方法来进行自我学习 自我提高 好 那下边呢 我们就来进入第一篇课文的学习 请大家打开书看一看第一篇养花 养花 我爱花 所以也爱养花 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 因为没有功夫去研究和试验 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 只要开花我就高兴 在我的小院子里 一到夏天满是花草 小猫只好上房去玩 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 花虽然多 但是没有奇花异草 珍贵的花草不容易养活 看着一颗好花生病要死 是件难过的事 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 冬天冷 春天多风 夏天不是干旱 就是大雨倾盆 秋天最好 可是会忽然闹双动 在这种气候里 想把南风的好花养活 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因此 我只养些好众义活的 自己会奋斗的花草 不过 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 我若是置之不理 任其自生自灭 大半还是会死的 我得天天照管他们 像好朋友似的 关切他们 一来二去 我摸着一些门道 有的洗阴 就别放在太阳地里 有的洗干 就别多浇水 摸着门道 花草 花草也活了 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 开花 多么有意思 多么有意思呀 不是乱吹 这就是知识呀 多得些知识 绝不是坏事 我不是有腿病吗 不但不利于行 也不利于久坐 我不知道 花草受我的照顾 感谢我不感谢 我可得感谢他们 我工作的时候 总是写一会儿 就到院子里去看看 浇浇这棵 斑斑那盆 然后回到屋里 再写一会儿 然后再出去 如此循环 让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 得到适当的调节 有益生心 剩余吃药 要是赶上 狂风倒雨 或者天气突变 就得全家动员 抢救花草 十分紧张 几百盆花 都要很快的 抢到屋里去 使人腰酸腿疼 热汗直流 第二天 天气好转 又得把花 都搬出去 就又一次 腰酸腿疼 热汗直流 可是 这多么有意思呀 不劳动 连颗花也养不活 这难道 不是真理吗 送牛奶的同志 进门就夸 好香 这就使我们全家 都感到骄傲 感到 昙花开放的时候 以几位朋友 来看看 更有 屏如夜游的味道 昙花 总在 夜里开放 花 花 分根了 一颗分为几颗 就赠给朋友们一些 看着有人 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 心里 自然特别喜欢 当然 也有伤心的时候 今年夏天 就有这么一回 三百颗菊羊 还在地上 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 下了暴雨 林家的墙倒了 菊羊被砸死三十多种 一百多颗 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 有喜有忧 有笑有泪 有花有果 有香有色 继续劳动 又长见识 这 就是养花的乐趣 好 我们读养花这篇文章 我们知道了 这是老舍先生啊 把自己 日常生活中养花的经历 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 然后呢 说在养花中得到的不同的乐趣 那么我们学习这样的文章 我们用这样的文章 来梳理我们的一些学习方法 我们来看一看 从课后的几个练习中 我们已经掌握了 哪样的学习词语 学习词句 理解课文的方法 请看 首先我们看 就是从字典里 查到下列 词语中加点的字 看看该选字典中的 哪一个解释 再说说这个词语的意思 这个练习 是告诉我们 我们曾经学习过 运用工具书 查字典 这样的方法 来理解词语 那么一个字 在字典中 它可能有多种解释 在这个词语中 它选取哪一个解释呢 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词 来在字典中 选恰当的意思 好了 这就是联系工具书 联系词语的具体意思 来选择字语 这是我们理解词语意思的方法之一 后边 如此循环是什么意思 把课文中能具体说明如此循环的一个句子画下来 像这样的练习 同学们 我们首先如此循环是什么意思 可以先从词面上理解 循环 我们知道周而复始又回来了一圈 如此循环 像这样在循环 那么课文中 什么样的句子最能具体说明如此循环呢 回到课文中 看 一读 在第四个小段中 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内容 比如说 我工作的时候 总是写一会儿就到院子里去看看 交交这颗 搬搬那盆 然后回到屋里 再写一会儿 然后再出去 你看 一会儿写 一会儿搬花 一会儿呢 再浇浇水 一会儿呢 再回来再写 就是这样 循环 像这样在循环 读书 写字 照看花草 就是这样在循环 如此循环 用课文中的内容来说这个词语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学到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句子方法 那么从这个方法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老舍先生是作家 他一边写东西 心里面还惦记着花草 惦记着花草照料之后有了新的精神 回来促进他的写作 从这我们看他真的是从养花中得到乐趣呀 好了 我们联系上下文去理解词语跟理解内容是分不开 体会他的乐趣是分不开的 我们是这样在学习 好 接着往下再看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四段 然后呢 把重点的句子把它挑出来 读一读 好 那么下边呢 作者从养花中体会到的乐趣有哪些 用课文中的具体实力说一说 大家看 养花中体会到的乐趣有哪些呢 实际上啊 我们在读课文最后结尾那段 已经看到了他养花的乐趣 有喜有忧 有笑有泪 是吧 有花有果 有香有色 继续劳动又长见识 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这是一句话 再说 养花有哪些乐趣 但是够不够呢 远远不够 为什么 因为要从养花的体会 从课文的具体实力中去感受他的乐趣 那么就需要呢 我们回文再读 比如说我们刚才呢 在读课文的时候 读到了这样的一段 那养花也有悲伤 是吧 那个下雨也好啊 把寒流霜冻来了之后 那把花全都毁掉了 都很悲伤 那你说这是不是乐趣啊 哎 这也算养花的乐趣 他不仅仅给你带来高兴的那种乐趣 就他这种喜怒哀乐伤情 全部都有综合在一起 你看 这不也是养花 给人生带来的一种调节 情绪带来的调节 他同样是乐趣 所以呢 我们在理解这个乐趣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段落 结合内容 像刚才我们说的写作养花两不误 这不也是乐趣吗 你看 一定要结合这样的内容 来理解 这就是我们说 联系上下文 去感受 去感悟 去理解 好 那通过养花这篇课文 实际上 我们在梳理什么呢 运用工具书 学习字词的意思 联系上下文 理解句子的意思 联系上下文 体会文章中心内容的 方法 好了 那么第一课 我们就说到这里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读入第二课 这是一首小诗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海洋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 就有快乐和宝藏 去参加歌泳队 去演戏 去建设铁路 去做飞行师 去坐在实验室里 去写诗 去高山上滑雪 去架一只船 颠簸在波汤上 去北极探险 去热带搜集植物 去带一个帐篷 在星光下露宿 去过极寻常的日子 去在平凡的事物中 睁大你的眼睛 去以自己的火 点燃旁人的火 去以星发现星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又多么风芳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 就有快乐和宝藏 这首诗呢 以热情的笔触 在描述我们日常的生活 其实日常的生活 也是这样 饱含激情的去度过 你的生活 永远是有意义 有兴起感的 那么读诗 怎么来结合生活 去理解呢 来看看课后 怎样理解下面 这些诗句的 把你的理解 和同学交流 大家看看 这几句 在诗中 他都没有具体的内容 只告诉我们 平凡的事物 睁大眼睛 用自己的火 点燃旁人的火 以自己的心 发现别人的心 以心发现心 那实际上 他仍然是结合着 诗内容 在帮助我们 睁大眼睛 点燃旁人 心发现心 同时呢 也是在告诉我们 自己在生活中 你有没有过 这样的经历 好了 把自己生活的经历 结合起来 说说诗句的意思 你看 这样去说 诗句的意思 就不是浮在表面上 而是带有 你的生活内容了 那么结合自己的 生活体验 在第二节后边 接着写几句诗 同样 是把自己的生活 和课文学习 结合起来 表达感受 那么在诗的第二节后边 接着写几句诗的时候 当然了 你的模仿的 原来的语句 比如说 人家是去 怎么怎么样 去怎么怎么样 那好 你也写上这样的几句 结合自己的生活 好 我也有 去以什么 做什么 以什么 做什么 结合生活 结合课文 这样表达感受 又是我们的一种 学习方法 学习语文 一定要结合课文 结合自己 你才能够学得懂 感悟的深 好 小朋友 试着这样做一做 那下面呢 我们来读第三篇 中华第一龙 中华第一龙 在河南省浦阳市博物馆里 陈列着一条用贝壳砌成的龙 别看它造型粗犷 样子像是蜥蜴 也没有艳丽的色彩 然而却是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 它是从当地一座五千年前 原始社会的墓葬中 发掘出来的 考古学家称它为 中华第一龙 中华第一龙 说明中华民族在形成初击 就把龙作为自己的图腾 图腾是一个民族认定的标志 古时候 各个民族都会选取某种动物 或某种植物作为图腾 以它作为自己民族的象征和希望 作为中华民族图腾的龙 并不是一种实有的动物 而是一种艺术形象 是我们的祖先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 古时候 人们对大自然的许多现象 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 更没有控制自然的能力 比如 群山连绵 金操骇浪 电闪雷铭 暴风骤雨 都是他们震惊和崇拜 于是我们的祖先 于是我们的祖先便希望自己的图腾具有风雨雷电那样的力量 群山大河那样的雄姿 让它像鸟一样能投人驾雾 像鱼一样可以在水中游异 像马一样可以飞快奔跑 因此将许多动物的特点都集中到龙的身上 渐渐形成了鸵头 木脚 石井 龟眼 鱼灵 虎掌 鹰爪 牛耳的样子 这种复合结构意味着龙是万能之兽 万能之神 龙在我们民族的心目中代表着吉祥 象征着神圣 又是力量的化身 至今不少建筑物和生活用品都以龙作为装饰 人们把它叼在房源上 桥梁上 舟船上 刻在弧琴上 拐杖上 刀剑上 节日礼或庆典上 五龙是最隆重的活动 父母希望孩子有所作为 也被称作望子成龙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像生龙活虎 龙藤虎月 龙凤城祥等 带有龙字的词语都表示赞颂或祝福 歌词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抒发了我们民族的壮志豪情 中华第一龙的发现 再次证明 中国是龙的故乡 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通过这篇课文的朗读 我们知道了 我们中华民族 为什么把龙作为我们的图腾 为什么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那么学习这篇课文呢 我们在朗读过程中 也发现有很多字啊 是我们不认识的 读不准字音的生字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学习它们呢 大家看 借助字典读准下列词语中 加点字的读音 像这些字 有的呢 是我们根本不认识 有的似是而非 但是一定要借助字典 准确的读出它们的音 如果有的小朋友有好习惯 顺手就可以把汉语拼音 或者是音调标在生字上面 提示自己 那是更好了 你看 在日常阅读中 也是这样 有使用工具书 独立 识字的习惯 那么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 读文的过程中 肯定一读题 就有问题 中华第一龙指的是哪一条龙啊 它有哪些特点呀 那么读了题有这样的问题 在读文的过程中 肯定是带着这样的问题 再读文 那好 读完之后 我们还要回文再来看 课文的哪一段 再介绍中华第一龙 中华第一龙又有哪些特点呢 好了 回文一读就发现了 重点在课文的第一段落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抓住重点阅读 抓住自己的问题 带着问题 读文 读句 那么接着 我们的祖先 为什么要把龙作为图腾 你从这一艺术形象中 体会到了什么 仍然是这样 带着问题读文 在课文的第三段 我们大概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 那么有关的语句 把它画出来 用自己的话 再把你画的语句 拿出来讲一讲 那这样的问题 你自己就读懂 并且呢 有深刻的体会了 大家看 文内画出重点的内容 加上自己的理解 那么在后边 课文中带龙的词语 要抄一抄 再写出几个带龙的词语来 这样的练习呢 就是帮助我们 把课内学习和课外学习 有机的结合起来 把课内的积累和课外的积累 有机的结合起来 要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不管课文文章 有没有这样的要求 你自然的想到了积累什么 马上就课内课外相结合 这样呢 课外学习是课内的延伸 而课内学习呢 又是课外学习的一种指导 那多有意义呀 好 我们接着读下一篇文章 第四课 玉中联欢 玉中联欢 期待的日子一转眼就来了 元旦那天早上 天还未亮 女士一带头 每一间牢房同时响应 像一阵闪电 爆发了红亮的歌声 人们纵情高歌 唱完一支 又一支 新年大联欢 开始了 唱歌 是第一个节目 第二个节目 是交换礼品 每间牢房 每个人 都准备了礼物 送给认识的 或者不认识的战友 作为联欢的纪念品 最多的礼物 是贺年片 那是用小块的草纸做的 上面 用红药水 画上鲜红的五角星 或者镰刀锤子 写上几句 互相鼓励的话 楼七市 经过昼夜赶工 用牙刷饼 刻出了一百多颗 红的黄的 金亮的五角星 封送给各个牢房的同志 女士送给各式的 是一幅幅绣了字的锦旗 那些彩色的线 是从他们的袜子上 拆下来的 接着 第三个节目开始了 每间牢房的人 都在门口贴对联 所有的对联 都是草纸接连起来 做成的 所有的对联 都不是一个人写成的 同一幅对联中 有老年人参静的笔法 也有孩儿体的 弯弯曲曲的笔记 女士里 江姐捏着金玉之花的小手 也写了几笔 所有的对联 都洋溢着革命的乐观精神 女劳的对联写的是 冻中才数月 世上一千年 大家心里明白 几千年的封建王朝 正在崩溃 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 就要到来 世上一千年 还形容不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类 他们还在牢门上贴了一张横额 扭转乾坤 心情也许看不懂 也许看懂了又不敢承认 居然妄加评论道 这对联倒有些修仙炼道的味儿了 楼依式的对联写得更妙 歌乐山下悟道 渣子洞中参禅 恒额是极乐世界 大家心里明白 这里悟的是革命之道 参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禅 极乐世界 正是写得人们掌握了革命真理的心境 心情挑起了眉梢 玩味了一会儿 只好说 真有点先锋道骨 楼二世的对联写得十分优美 看洞中依然旧景 望窗外 已是新春 恒额是苦尽填来 楼三世的对联借用了古人的诗句 满源出色 满源出色 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恒额是 大地出回 一复复对联 全洋溢着这样乐观 晖谐的情绪 星星来到楼七世门前站定 慢吞吞的读着 两个天窗 出气 一扇封门 身头 挑剔的眼光 在恒额 乐在其中四个大字上 凝固起来 不带他说话 疑心将 便问道 喂 这像不像扎子冬的生活 生活 生活当然 心情犹豫着 不过 乐在其中 那个乐字 总有点刺眼 嘿 改成苦字 苦在其中 你看 要的不 丁长发 笑着追问 猩猩 猩猩 装作没有听见 溜走了 表演节目的时间 快到了 大家一拥而出 享受这自由而愉快的时刻 这个时刻 正是党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的节节前进 给他们迎来的 几个带着脚料的同事 在往常放风的地坝中间 扭起央阁 沉重的铁料 撞击的叮当作响 成了节奏强烈的伴奏 欢乐的歌舞里 充满了对黑暗势力的侵蔑 看呀 还有什么节目比得上 这种顽强而鲜明的高歌骂舞 狂热的掌声 送走了一间牢房的节目 又迎来另一间牢房的表演 人潮卷来卷去 地坝变成了绝妙的露天舞台 楼下四室的报幕员宣布 我们的节目是歌舞表演 表演开始 指尽铁门哗啦一开 一连串的人影 打着空心金斗翻了出来 博得同志们齐声喝彩 接着几个人聚集拢来 站成一个圆圈 又有几个人爬上去 站在他们肩上 又有人再爬上去 一层 两层 三层 他们在迭罗汉 最上边站着一个人 满脸兴奋的微笑 站得比集中营的高墙 电网更高 手里拿着一面红纸做的鲜艳 摇望着远处的云山 歌声在周围 渐渐升起 一杆红旗 哗啦啦的飘 一心要把革命闹 盒子枪 吐枪 卡啦啦的响 打倒那猎身和吐豪 这正是黑牢外面的游击队员 最爱唱的歌 女同志们绕场一周之后 跳起了央歌舞 彩色的舞衣 飞舞着十分耀眼 在一片叫好声和朗朗的笑声中 夹杂着一声嘲笑 在国民党统治区里 敢跳央歌舞 警方上黑名单 抓走 又一个人忍不住笑道 那倒不一定 国民党统治区也有自由的地方不是吗 集中营里可以自由自在的大跳央歌舞 哈哈哈哈 一边扭着央歌 女同志们又齐声唱起歌来 中月里来世新春 赶着朱阳出了门 朱呀阳呀送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那些想看女共产党员表演节目的特务 这时吓得脸色铁青 立刻在高墙电网上面移动机枪 枪口瞄准着欢乐的人群 有人笑道 瞄准有什么用 蒋介石忙着喊停战 没工夫下命令开枪 又有人笑道 真有意思 这里又可以唱歌 又可以跳舞 开延欢会 还有人架上机枪 保卫我们的安全 哈哈哈哈 人们朗声大笑 迎接着1949年胜利的春天 这篇文章啊 取自于小说红颜 让我们从这个片段中看到了革命者在狱中和敌人是怎么样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 那么读这么长的文章 我们怎么能够迅速的捕捉到它的主要内容 大家来看 后边呢 有这样的一个练习题 提示我们能够快速默读课文 然后把狱中联欢的过程提炼出来 大家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一种练习形式也帮助大家在最后的学习中掌握长文速读的办法 长文速读怎么办 抓事件 一件事一件事按着顺序整理出来 你看 事情的叙述顺序就很清楚了 长文抓事件 快速默读课文 那么在课文中我们看到大量的对联写在这里 每一幅对联呀都有它的含义 每一幅对联基本上都是双关语 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对联呢 我们从课文中挑出一两幅认真读一读体会对联的意思 那么在文章中对联处处皆是大家呢 也可以随处挑出一幅两幅 那么还可以呀 把这一段读一读 这一段读一读呢 看看星星来到楼七室门前站定 他看的这幅对联 说的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星星在这里边看了半天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比如说两个天窗出气 一扇方文 伸头 乐在其中 你看这幅对联就有含义在里边 星星也觉得有刺眼的地方 那么到底什么让他觉得刺眼呢 我们理解这部分内容 我们怎么谈感受呢 一个要抓住对联 对联到底含着什么样的意思 这伸头指的是什么 出气指的是什么 乐在其中又说什么 如果给改成苦在其中 为什么星星也觉得不敢再说什么 你看他一定含着的意思 好 第一层说对联含着的意思 第二 星星本来在这是想抓把柄的 但是呢 什么把柄都没抓到 从这看什么呢 狱中革命者 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和敌人展开着斗争 聪明 巧妙 机智 勇敢 这样我们学会在体会语句中含着的意思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今天是在这篇文章中 抓住对联 去找含着的意思 去找我们从中体会到的内容 那么读其他的文章仍然是这样 抓住语句 抓住语句中的重点词语 引发我们的想象 引发我们的感受和体会 感谢观看